屏東縣首創行動藥師計畫 讓藥師走出藥局 提供縣內的偏鄉 或是獨居長輩送藥服務 也給予用藥諮詢 降低長者因為行動不便 或舟車勞頓跑大醫院的辛苦 拿著藥到民眾家中 藥師提醒他們服用的次數 有助益的事項也幫忙解答疑問 他是專門幫臨邊鄉居民 送藥的行動藥師 一個月平均送二十幾趟藥 都是行動不便或獨居的年長者 這些長輩都領有慢性 並健保處方間 藥師拿到他們的處方間後 會送上一到兩個月的藥量 但目前全屏東約四千多名行動不便的獨居長者 只有一百零七人申請這項服務 普及度並不高 而藥師也發現獨居長輩常常容易忘了 他們送藥時所提供的主婦 出現過度用藥或用藥不足的狀況 行動藥師平均每一到兩個月才會再接觸同一名患者 想真的讓年長者建立正確的用藥觀念 還是要搭配長照計畫 每天有專人在旁密集照料提醒才能更完美 記者王提夢昭全屏東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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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